这次任务中啊,我就当起了太空菜脳 太空菜脳的经历 让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 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虽然啊,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科学实验的挑战 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适用环境 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 比如在微重的环境下,给蔬菜浇索 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 不易被机脂吸收 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损 在比如生菜种类的过程中 由于种子特别的喜好 特别容易跟着面子交飞出来 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 不见掌握了在微重的环境下 种植蔬菜的技巧 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 包裹一层不特殊的材料 不仅是小小的种子奇迹变大 方便杂质 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 同时我们还经常开照进太空菜园里 蔬菜的生长情况 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 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 在任务期间 我们的太空菜园里 种植了生菜 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 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 都长湿起来 现摘的蔬菜呢 也口感鲜明 尤其是生菜夹上肉 占着酱食超级美味 另外呢 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 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 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 增添了色彩和乐趣 也为未来的生风探求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